烙圆 烙点 每一烙的深浅展现 端开你的力道与心境 荣获日本烙化大赛金赏 及首奖的赖世奎老师 只用一支发烫的金属笔 就能赋予木头新生命 真的很神奇 我们不需要任何颜料 我们只是用一支加热的金属 让木头烧焦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都是 全部都是烧焦 轻微的烧焦它是浅黄色 比较严重的烧焦它就是黑色 那我们利用这中间的千变万画 来创作出一幅画 掌握好深浅 就能在任何木座上 烙出新生命 只要静下心 加上坚持不懈 就能展现这俗称碳画 火针刺绣 火笔画的魅力 要慢慢地很静心 很疗愈 它需要坚持 专注 耐心 也可以一边落画 然后大家同学又可以聊天 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开设烙化课程 很受欢迎 学员多数参与进阶班 在深浅力度的琢磨上 很有收获 我发现很多的 我们婆婆妈妈 很喜欢上这个课 每个人他可以表现出 自己想要表现出来的 层次与感觉 然后甚至你想要下线条 或者你只是想要 一个局部的深浅 好 它都不一样 一个培养自己兴趣 才发现自己觉得 自己可以做到一些 老师讲的东西 也才知道黑可以再更黑 那这个温度呢 可以再浓烈一点 那它整个立体就出来了 而透过烙化的过程 也达到输压 调试心境的效果 忙忙碌碌的过生活 在课堂的教室里面 找到很宁静的片刻 这是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给我一个在烙化的学习过程中 最大的收获 这个烙化是一个非常可以专注的 那个习作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化的时候 回到家就不会那么刮躁 然后可以那个冬天化更适合 因为它越化越温暖 真的是有温度的绘画 从烙化技法 木材选择 到木油木辣的选用 每一个关卡 考验创作者的耐心毅力 同时也有输压 疗愈的效果 中山热灵炸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